我们随缘传插一些话题 说阴盛阳衰 这个词老早就有 现在拿出来一点都不过是 社会的普遍现象如此 这个时代病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反而是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 有的是抱怨无奈 有的是认为 现在有多多多好 好本来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真的 但被外界这些 子罪金迷 物质的繁华 障碍了眼睛 影响了生活 有了这些科技产品 不知道该怎么好 这些都属因 物质 看得见的 都属因 凡是你身体 享受的 那你说不需要吗 当然也需要 人各有所需 需跟欲 这两个东西 欲 它是看不见的 但是潜藏的内心这种 你可以讲它是阳 能量 但是用偏了 所以这个阳 本身就衰弱了 阴 锅碗瓢盆 油烟降素 衣食住行 正当的 那也是好的阴 生活嘛 柴米油烟降素 常 过得去就好 冬的夏凉 也不要太过 偶尔 看看自然风光 人文 理由 都可以 不要把这个当成常态 生活 水有八九 还是日常的这些 所以 阴 同时呢 又代表 女人 那这两种人站在一起 这相对的 她就是女人 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 你说哪一个小鸟一人 鲜梁树德 相夫教子的男人不喜欢 那相对着阳 你就要有担当 对家负责任 那不要 那家里太顾虑 经济问题 那撑起一片天 就好了嘛 才对嘛 那不光是经济 还有精神的引导 方向 正确 这才行 男人有男人的样子 场面上 我就 遇到事情 能站出来 不说一虎百姓 起码 都当一面 只此时 给人打工 安排给你 做一个 相对的 团队 一员 也放心 这才行 说阴胜阳衰 母鸡 你就是 复旦的 干嘛 老是出来打名 显得你很高贵 阴不阴 阳不阳 公鸡 没出去 老在家里 复旦 现在社会 这仿佛是一个 很正常 很多不正常都认为它是正常 那能好吗 那违背天道阴阳之规律 时间久了 你根本就过不好 我找借口 家里需要钱 本来也不需要多少 都是穷射击 女强人 增长到最后 你再有钱 那钱 都是物质 你不一定过得好 你去看看有钱人 你去真正的了解一下 身边有没有 尤其女性 他只能找个小男人 你别人 他不听你百恶 其实 即使是小男人 时间久了 因为男人 雄性这狗 记得没有伸张了 这个低头汉